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长寿花 长寿花开花的时候花量特别的大 所以长寿花它是需要特别多养分的 那么我们很多人在养长寿花的时候都会用上桃米水 桃米水呢,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磷钾元素 它对植物啊,花芽分化了能够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但是我们可以在桃米水里面加上一样东西 可以让它的营养了倍增 而且还能够增强植物的光合作用 让植物来吸收更多的营养来生长 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这个醋 那么我们怎么使用呢 我们先将这个桃米水收集好 然后把它腐熟好之后 在使用的时候取上部分的桃米水 然后呢,加上一点这个食醋 一般使用一次的时候啊 大概低三到五滴的食醋就可以了 然后对水稀释每半个月给长寿花浇灌一次就可以了 那么长寿花呢,它就能够集续更多的养分 然后呢,光合作用更强 然后开花才能够更多,花量才更大 所以如果我们用桃米水给长寿花补充营养的时候呢 只要给它滴上一点食醋 那么这个长寿花呀,它的花量呢就会倍增 好了,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好